我們可以聽到 他說降息的時機步伐 都是取決於數據 前景和風險的平衡 但是他對通膨正持續降到2% 是有信心的 另外被視為聯總會 即將在下個月降息 美股也受到激勵 23號收盤 道瓊指數是強深超過了460點 納斯塔克也上漲1.47% 標普500則是上揚了63點 回到上個月創下的歷史高點附近 而費半也大漲141點 台積電更是大漲了2.91%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看最完美的電源 並且撫通過